中华综合格斗协会将在12月24日于台北体育馆举办RFCWOTD业余综合格斗锦标赛第二站 各组冠军可取得明年2月3日在台北小剧但举行的年度业余冠军参赛资格 综合格斗就是俗称的无差别格斗 参赛选手要遵循符合运动员精神以及禁止攻击要害的规则 业余综合格斗裁判执法对选手安全保护程度更高 加上场边也会有医护人员与救护车待命确保参赛选手安全无虞 在对这名单中不但有来自伊朗的角力冠军更有国手资历的格斗好手加入征战 在次中量级现年38岁的钢铁纸飞机林俊峰是中华队国手 远征俄罗斯的世界柔术锦标赛是国内各大小格斗赛场的长胜军 他已是担任教练与裁判的半退役状态 但在职裁玩首届赛会后全身的格斗细胞又再度沸腾 准备将裁判的手套换成格斗手套 要在铁笼中给年轻选手好好上一课 另外来自伊朗的柏亚旭 Achon Bustani则是本届赛会最强悍的选手之一 现年30岁他在得黑蓝的角力柔道以及踢拳其中有夺牌的记录 在多期的武术发展下 近年更增加了巴西柔术与MMA的训练 首次挑战综合格斗的他马上成为冠军任门人选 而曾经参加今年10月在台北体育館举行的 首次分战赛的清柳克明、刘昆继、陈志晃、刘友哲等几位国内年轻好手 也将再度踏入田龙这格斗的盛堂争取最后出现的机会 对于比赛会选择在平安夜举办 副理事长黄玉仁解释说 国外的职业运动都会选在重大节日进行比赛 就是希望让民众在放假之余也能有时间参与其他休闲活动 他也号召民众进场替选手加油 亲身感受一下综合格斗的热血 比赛依规定分为男子组8个量级、女子组4个量级 比赛每回合3分钟 最多进行3回合 而比赛当天需购买门票入场 一般席为台币400元 特别席则为800元 RFCWOTD业余综合 格斗锦标赛第二站将在平安夜举行 图中华综合格斗协会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